外民喜欢任何的圈地行为都可以 绿营质疑马政府图利大财团 农民阵线联盟更扬言 7月17号叶苏凯道 为农民利益向马总统呛瞎 3D新闻综合报道 好 提到农地要做别种的开发 最近最引发话题的莫过于是苗栗大谱开发案 引发农民反弹 他们现在受不了政府运用公权力 三斤半叶的把这个推土机直接进到农田 把子将收成的稻田给摧毁了 甚至也走上街头去抗议 但是苗栗县长刘正宏就说 只有很少数的农民反弹 说有9成8的大谱的民众都支持 来兴建竹南科学园区的基地 就现在大谱民众出来反映了 说根本没有接到民调 因为这样的一个民调 都是去问别的地方的民众 问他们愿不愿支持大谱这边的 这样的一个变更 好啦那其他地方的人都没意见或怎么样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哪叫做民调啊 如果民调要针对这个地区的民众来做民调 所以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民调 好对于民众这样的质疑 苗栗县政府没有回应 为了阻止怪手进入 大谱居民坐在地上 手拉手捍卫家园 却还是抵不过优势尽力 市长吴建宏强调当初做民调 有9成8的民众都赞成新建竹南科学园区 只有少数居民不愿意 只不过刘县长口中的民调 苗栗献民却不知道这数据打哪来 明明不住在苗栗湾堡 却被问赞不赞成在湾堡社区新建工业区 也难怪民众call in 指引民调有问题 民众质疑民调可信度 苗栗县政府低调不回应 也让外界对苗栗县公布高达 9成8的高民调留下许多大问号 三天新闻刘文渊苗栗综合报道 好 不只是如此 这苗栗县政府强行征收大谱的农地